11點熱炒店水高炒 不嗆不辣不上桌 今天要推出的是 白斬雞 白斬雞 這有的廚師那很不尊重雞 那個雞來了對不對 他就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一個 先斬後奏的意思 對 而且 那妳先斬後奏 當然也會害到別人 對 所以我們今天 邀請來的嘉賓呢 都有被先斬後奏的這個經驗 然後他們自己應該經常 也都先斬後奏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來 歡迎 妳有先斬後奏妳老公嗎 我跟你講 我沒有先斬後奏 先斬後奏 是被我媽 我那時候呢 要結婚的時候 然後呢 我媽就突然跟我講說 我把妳有一些東西丟掉了 我說什麼東西 妳丟了我什麼東西 她說有一些妳不需要的東西 Kelley舞 不是Kelley舞 Kelley舞 到現在還很需要 OK 因為呢 我以前我會把所有 就是曾經追過我的人 或是男朋友初戀啊 姓嗎 對 姓 他們以前我們不是都寫姓 情書 對 情書 像你生日的卡片啊 情人節卡片啊 然後我還有一個男朋友 特別浪漫 他會寫日記給我 哎唷 就是來 愛的日記 十頁 十頁 二十頁的那種 那種紙張 好大張喔 所以我有 一箱的東西 然後我媽說 我把那個箱子的東西丟掉了 因為你 好事 不是 這不是好事 為什麼要丟我的東西 然後我說媽 我說這些東西 是我青春的回憶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權利 我存起來說是 那些都是 對啊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啊 不是 你不是說你藕斷絲連這些男人 而是你想到你 你那些過程 你知道嗎 很浪漫 我跟他講 我說那如果有一天 我想當編劇呢 對不對 我拿出來 寫一本書還是怎麼樣 我說然後你現在就完全 不只是展了我的回憶 還展了我以後的 事業的發展 問題是照片你們敢丟嗎 就是有以前我們是洗出來 可是以前是洗出來的照片 你這種丟的時候 感覺不會覺得很奇怪 把它跟你的頭像都丟掉 我媽才可愛 她說你不要緊張 我照片我有拿起來留起來 我說我要留照片幹嘛 所以你想留性 我要看的是文字 其實我的理念是 人要活在當下 那些東西之後 當你跟老公吵架的時候 你就會拿出來回味 以前那個男的對我多好 那個都是一種 製造負面能量的一種 氛圍 所以 我好像也沒有辦法 還是也再找不回來 媽媽人老金鬼老鈴 她這樣 就是你啊 人老金鬼老鈴 她這樣做吃 為你好啦 但是我們的來賓們 他們遇到的狀況 比較嚴重多了 對啊 對啊 我們來聽 來 又欣哥 擅自拿我信用卡跟證件 欠款十六萬後 才說跟我借 所以你現在講的是誰 家人 家人 不能講誰 但是家人 那其實我也就一個哥哥 我去拍戲的時候 突然銀行打來 就說 林先生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月的賬款還沒付 我說你哪家銀行 他說國泰市 他說 我沒有你的 賬戶耶 因為以前辦 以前辦卡跟現在不一樣 以前為了剛開始推出卡的時候 超好辦的 身分證影音版就可以辦 然後呢 他說你的卡 這個月累積了十六萬 因為我有兩張卡 以前一卡辦卡很快 然後所以 他來就是 十六萬 當月報卡 我說我沒有辦過你們的卡 結果查出來 我的家人拿去辦了 一個月報卡 對 他說 沒有啦 我跟你借 他用你的卡 那家人你不能告他 告他應該是成立的 那家人嘛 你不能告他 然後他說我給你借嘛 我給你借有沒有 以後會還你 但我覺得人呢 搞不懂那個 國泰造詣太差 搞不懂借 因為 借是要還的 拿是不用還的 我給你是不用還的 對 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 也沒還過嘛 這很嚴重耶 是違法的吧 是 其實是違法 但是 畢竟是家人嘛 那你很難去跟他訴諸法律 你哥哥家境好嗎 現在 過得挺快樂的 哈哈哈哈 好 借 借錢給人的為什麼比較痛苦 因為他記得 欠人家錢的永遠很快樂 因為他不記得 對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因為家人的關係這個底線 你沒有辦法真的畫清界線 就算他做了一些事情 讓你很不舒服 但是因為 還是兄弟 對啦 要計較這個計較不完了啦 對 哥哥真的是一個 迷樣的生物耶 你有哥哥對不對 很不曉得我也有一個哥哥 你也有家 我哥哥很帥 但我覺得是哥哥 所以是家人就很麻煩 就是你真的拿沒轍 因為像以前我還跟家人 住在一起的時候 我跟我哥哥也是 就是都在同一個屋簷下嘛 有時候他就會有壞習慣 就是他會進我房間 不知道幹什麼 你不管看到什麼 他有時候會 會還很開玩笑說 流流流 我看到你什麼什麼 鞋什麼什麼 我想說你進我房間幹嘛 對啊 但是在我的眼裡 覺得這都是小事 一直到 他曾經害過我被 整個秀被取消 退通告 我哥哥他就是會進 進我的房間 然後他可能看到什麼 喜歡他就會拿走 比如說這個帽子很好看耶 因為你知道我比較中性一點 我的東西是男女通用的 鋼盔啊什麼的 之類的 三角褲啊 什麼這些東西 都可以共穿 對 他還會拆解腔子 真的真的 S腰帶啊什麼都有 真的都有 因為我以前當模特 這些配件是必須要自己準備的 我們做秀都是自己要帶這些東西的 因為我去fitting的時候 我拿不出我要準備的東西 然後我也沒辦法說 我哥哥拿走 我只能說不好意思 我後補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會再去買 他們就說那你 你沒有你工作什麼 你沒有準備好 你會憑什麼接工作 他覺得你不敬業 對 然後就當場把你換掉 這麼嚴重 對 真的當場把你換掉 然後那天我是真的很生氣 我回家就是 我覺得跟我哥吵架也沒有用了 但是我後面想到治他的方法了 就有一天真的我出門 我就是房門要關上前一秒 我把房間地板全部 塗滿了塗釘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他就進去 就可能我踩到 因為我房間那個窗戶進來 光是進不來 晚上很暗 他可能真的有進去 然後一踏進去 可能踩到塗釘 因為我回家看那個圖地已經散亂了 不是我擺的陣了 哇塞 所以你一定要治他 你剛剛講那個配件 我的更誇張 我的是那個聯繫的配件 聯繫的配件很嚴重耶 聯繫的手錶 手錶跟手鍊 他就帶走了 然後我找他 然後那時候沒有行動電話 BB Call 我就不回 然後打他要拿那個聯繫的配件 我說你是不是把我的手錶帶走 對啊借我戴一下 我想說Steam 為什麼 曾經的經驗就是借他什麼東西 他就扛別人之鎧 你知道嗎 借給他的東西 他就喜歡是不是 送人 你這個錶好漂亮喔 拿下來 拿去 所以這次手錶就 不行 這是我那個聯繫的東西 趕快還來 要工作 趕快還來 然後結果呢 我 我說 我說你在哪裡 我去找你 好了 他說來不及了 我說送人啊 送人 你知道那一場被導演罵得多慘 而且整場不是 導演說那你就給我 那時候還是那個特約演員 所以導演罵得很兇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他說 那你整場給我插腰演 不要讓我看到你那個 有手錶的地方 你被人只能這樣演 我是袖子要 露手錶你知道 他叫我整場這樣 對啊 我這樣子 他叫這樣子 整場就這樣 家人有的時候 真的是讓我們哭笑不得 對不對 你剛剛講媽媽 我也是 我媽就是 我剛剛玉瑩哥認識我媽 我媽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很愛面子的 她媽媽才中姓而已 她媽媽比妳中姓一百倍 真的 我媽媽看起來很像男生 因為她自己喜歡 OK 她是含辛茹苦 因為她把我跟我妹自己帶大 單親嘛 所以她就比較man 因為老一輩的 其實那時候 單親是比較辛苦 她一定要很堅強 但是她可能因為我開始 進入演藝圈賺錢之後 她就每天納涼 你知道嗎 年輕的時候 我們喜歡比醫美手術 比較漂亮 老了喜歡比什麼 就是什麼手術 白內臟手術 枝壓手術 你知道老人喜歡比這些喔 她三不五時就會跟我說 她朋友去哪裡 換了牙齒 她也要去 但是她也要去的時候 是她已經做了一顆 已經下訂了 然後叫我去付微款 你知道植牙的錢 都是幾十萬 而且沒有什麼錢 沒有健保對不對 牙齒最貴 對 大部分都自費 對 我的個性就是那種 我會貨比三家 比如說你要看牙齒 你為什麼 舉例來講 你在台北東區 跟你的貴婦朋友 貴婦朋友去做完 一百萬 但是如果你換到新北 如果你全部要做 可能會變成 八十五萬 就是不 那你為什麼 因為我賺錢很辛苦啊 對 我會覺得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東區 她就會回答說 有面子 因為朋友在這邊做 朋友帶她去的啊 那就多花了我十五萬啊 她就會覺得 朋友在哪一家就要哪一家 但她有一些 對 她有一些貴婦朋友 是家境本來就很好的 可是我們家家境改善 是我在賺錢 十五萬要怕 一個人撐全家 對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我媽媽 我記得人六十歲 就是差不多有那個 白內障 老人家會去開嘛 她開的那時候更妙 她已經在醫院了 她說我待會要開 然後你過來幫我刷卡 然後我就想說 你要開這個 為什麼沒有早點跟我商量 然後我要陪她之後 我要幫她付錢 然後後來 我開完付完錢 才知道竟然有別人跟我講說 其實醫療保險 可以付白內障的錢 但我自費付掉了 我就跟她說 妳事後 妳可以去跟保險員申請 她說這樣沒面子 對啊 她就是會先載後皺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包括就是 她也會出國的時候 一定要買商務艙 我其實覺得讓媽媽過好 都沒有關係 但她不要自己先做 她先買了 對 然後跟你請款 好啦 一看就是商務艙 我就沒有選擇 我沒有選擇 這種是我覺得 就是會超過我的預算 因為或許她買 在我工作很多的時候 是沒有關係 可是她有時候她買的時候 剛好是這個月 其實我沒什麼工作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家人有的時候就是很難 但是我覺得 錢能解決的事情 都是小事 什麼小事 不是 因為你花了錢之後 至少就會感覺到孝順 對不對 在這個常人的眼界 看起來是這樣子 對不對 可是我的事情就不是 因為我這個是很可怕 如果我就是 順從父母的心願的話 我就會葬送我的醫生 真的 真的 你說葬送你的醫生 對 因為我那時候要出生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生出來的時候 那個我爸媽 就有先去算我的爸 然後他算了之後 就會覺得說 反正就是 到底詳細內容是什麼 但反正就類似天煞 命犯天煞孤星 大概就是這種 然後反正那個時候 那個命犯師就是後來就是建議 就是我的父母就是說 從小就是要 這個許沛這個娃娃親就對了 哪個女娃這麼倒楣 被你媽媽指到處 還有娃娃親 他不是真的就是講了一個人 他是給了一個 就是一個八字 同時 對 盡量去找這樣子的人 好恐怖 那你怎麼知道給了什麼八字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肚子裡啊 然後直到就是說 這個18歲畢業 高中畢業的那一年 然後突然有一天 爸媽就約我去一個餐廳吃飯 我們家很簡單 通常就在家裡吃飯而已 很少上那個餐館吃飯 結果一到的時候是那種桌菜 12個人的那種 洗酒菜 對對對 然後坐下來之後呢 想說旁邊是我爸媽媽 然後我哥他們這樣子 對面有一群 不知道是哪裡來的駱駝客 你知道嗎 你也不認識 然後就坐在那邊吃飯 想說整個他們的朋友 結果就吃著吃著吃著 然後他們就說什麼 那這個他們沒有事的話 就先離開了 我說什麼什麼先離開 什麼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說 他們等一下要先走這樣子 我說喔 我心裡想說他們走 我就走就好了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想太多 然後知道就是要 因為吃飯的時候 我是習慣用那個公塊母吃 對 然後看到陌生人 用那個自己的筷子的時候 我就 我覺得面色有點不明 他的口水病 用自己的筷子 對 我就有點不太開心 然後結果我爸媽看到我這個不開心 他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都是一家人 蛤 我想說什麼 什麼叫都是一家人 對 後來一問 才知道原來今天安排的這一桌 就是要 問了你 相親 認識 對方就是那個 要 準備要許配給你 相親的那個人 你可以不跟我說 他開的那個八字 裡面包含了什麼 你要怎麼樣看有沒有 不是 我想叫這個 離開你的生活圈 哈哈 是個女的就可以 好嗎 只要是個女的就好 大吳 你公布那個八字 然後我們歡迎這個八字的女生 都來找你 這樣就好啦 你現在就公布 沒有 你不用為他煩惱 他已經找到了 找到了 沒有 其實在節目中已經找到了 他跟搶牆在一起 沒有 我沒有跟那個人在一起 你跟搶牆在一起 不是 他還沒有 搶牆還沒有接受他 但他愛搶牆 很多人要競爭搶 對啊 我們是同事 你們都是一家人了 然後呢 後來那個女的怎麼樣 後來就是那個 就真的那個女生 好像就是有一點點就是 喜歡你 因為不知道他不會來 他好像已經得知就是說 他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來認識我 女主角在現場 在現場 那他跟你的互動怎麼樣 跟我的互動算是非常不好 哈哈 後來這件事也沒有成 因為原因就是我也不喜歡這個人 所以我就想辦法 在那天表現得很差 就讓這個破局就對了 很沒禮貌這樣子 對 但是我真的才與往前 然後我一生的進化 故意的 對 對